男性国小幼儿园小朋友带来把布 冰淇淋绿动舞蹈开场场面斗趣 既然县长翁张良 水上厢长刘靖祥与基金会执行长 陈尚雍等人 共同为四公尺高的马赛克 拼贴大型艺术陶板作品节目 自己所住的地方 那有些我们已经变成生活的日常 我们根本就不会感觉到我们的周遭 有什么值得感动的事情 但艺术家的眼光就会让大家 共同再去梳理 然后把一些重要的元素 跟过去发展的历史 那可以把它凝聚成一个作品 针对我们的历史文化跟产业 做一个推广 让更多的外界的人士知道 我们在文化这个区块的努力 也让学生对家乡有一个认同力 嘉义县雪上乡南靖社区 拥有百年南靖航床保存的老火车头 防空洞和堂叶铁路等文物 它又被列为历史建筑的南靖火车站 在知名陶一家李俊兰的指导下 以南靖航场冰棒为元素 南靖国小师生与社区民众 共同创作巨型冰棒艺术作品 预教娱乐 我原本以为那个会很简单 就像一般花一样就这样画一画 然后这样磕一磕就很难 可是后来我自己发现 其实兰花很难磕 我做的这个是 那个南靖的那个警察局 做起来就很有成就感 我们吃了要做这个 跟教人这样厚白 感觉很高兴 吃饭很好 所有创作的题材都是南靖 这边在地他们的记忆或是特色 或是一些人文风景的题材来制作的 然后最后是利用一个冰棒的形式 呈现在公共的区域里头 基金会执行长陈上雍表示 陶毅下乡炸根老烧共学 作为让社区找到光荣改 也能进一步认识自己的故乡 同时把故乡的美好 介绍给更多人 新唐亚太电视中心中方雅贤 台湾嘉义采访报道 五花基金会一个赞哦 五花基金会 赞